4月15号,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南在做客中心网中国桥网视频访谈时表示,为保障广大在南非华侨华人及留学生的生命健康和生产生活,使馆和三家总领馆充分依托13家华人警民合作中心,在南非中资企业协会和留学生组织等平台,不断完善联合应急工作机制,为广大同胞提供服务。 一个是我们发布了110多条的领事提醒服务,跟大家宣传防疫信息,指导大家注意做好咨询的防护。 第二是推重南非的相关部门,特别是内政部,为因疫情影响导致牵证过期的中国公民做出特殊安排,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的困难。 第三呢,还及时向我们广大的留学生发放一些口罩等防疫物品,同时与南非的高教部和教育部高校进行协调,解决他们原来在全国封禁期间的住宿困难。 迄今为止,在南非没有一起从中国输入的病例,在南非的中国同胞没有一起感染病例,可以说创造了, 当前南非已进入全国封禁状态,并会持续到4月30号。 李南表示,当地侨胞从事的绝大部分行业均已关停,学校也已停学。 除个别特殊情况外,绝大多数在南非侨胞和留学生都愿意坚守当地抗议。 一是因为南非政府所做的准备工作还是比较充分的,防控的措施也相对比较坚决,现在也正在不断地起效果,大家对此还是很有信心的。 第二,事实也证明,防止感染病毒的最好的办法还是少出行。 当然一般来说,如果没必要真实,最好不要出行。 现在大家已经科学理性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三是南非自4月30号,从现在到4月30号仍然还处于封禁期间,所有的客运航班实际上都已经停飞了。 从我们这个中南使领馆掌握的情况看,我们在南非的广大侨胞,我们的中国同胞们,没有出现过这个集中扎堆回国的这种回国潮现象,他们的心态,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 李南表示,使领馆分别针对驻南非的华侨华人、中资企业、留学生群体制定了相关的确诊预案,如果他们不幸确诊新冠肺炎或出现疑似症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使领馆的帮助。 第一呢,是打电话给当地的专业机构,刚才说的,就南非传染病研究所,他们24小时的热线,第一时间获得专业的医疗服务。 第二呢,就要立即给我们使领馆,还有我们13家警民合作中心来联系,我们都会相应的跟进,来提供相应的协助。 第三呢,留学生还可以通过所在的这个院校啊,获得这个帮助,因为我们与各个高校啊,各个院校啊,特别是我们留学生的这个院校,日常的工作联系也非常的密切,有固定的这个联系机制。 李南表示,下一步,使馆将继续做好领保守护工作,关切侨包留学生的安全需求,协调发放防护物资。 李南说,在当前全球疫情异常严峻的形势下,只有同心抗疫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广大在南非的这个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员工和留学生,时刻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鸣运新年薪,在疫情初期呢,慷慨捐款捐物,万里驰援国内。 总共在此期间呢,给国内抗疫呢,运回了急需的医疗物资,各类医疗物资,大概250多吨。 南非出现这个疫情之后呢,我们中方呢,也投桃报李,现在全力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来这个筹集各方的抗疫物资,来帮助我们南非人民呢,来抗击这个疫情。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呢,这个我们大家呢,只有同心协力,并肩抗疫,我们才能最终取得这个胜利。